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雨中 在惊涛骇浪前 在危机的黄河大堤上 依旧是这个身影 不顾病痛的折磨 与洪水展开较量 还是他在街头巷尾亲自为老乡发放救济粮 它是一棵棵参天的炮铜树 它是兰考人民永远的挂念 它是焦玉路 云南宝山的山坡上长久以来都是黄土漫天 稀疏的植被 灵巡的岩石错落在目光所及之处 然而有一个人是要让这里翻天覆地 他回到大山发动乡情 上山开荒种树 帽迪之年却风堪露宿 他把余下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他是绿化镖冰 他是改革先锋 他是扬善州 有些人从山里走了 就不再回来 他从城里回来 却再没离开 来的时候坠坠 怕自己不够勇敢 走的时候匆匆 留下最美的韶花 他是百色大山最美的朝霞 他是脱贫战场 醒目的黄花 他是黄文秀 他们是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他们是最美奋斗者